影视产业在澳门日渐兴起 及不由本地原创的电影短片也相继推出 本地制作人朱又仁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介绍他最新策划的短片系列 唐口故事2 嗨阿波 你好 可不可以和我们简单地介绍唐口故事 其实一直都打算有唐口故事系列 是想多些人拍多些以澳门为题材的电影 希望透过唐口故事 等多些澳门人看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 唐口1反应都很好 我们就打算拍唐口2 但是因为今次我们用多些主题式的 所以就叫了爱情在城 即是在城市里面发生的爱情故事 所以今次唐口2 我们就请了六个年轻导演 我们就叫他们拍一出发生在澳门的爱情故事 他们就会因着他们的想法 包括有些人会觉得 现在的爱情很多时候受到很多环境的影响 就变成了不能够好飘滑了 这个就是他们另一个想法 另外就有一些是Puppy Love 就是两个八九岁的年轻 他们爱情和梦想的一个混合 所以其实反而在爱情里面 又没有一条主线要他们怎样去做 但是我们规定它就是15到18分钟一套 因为我们想加上大概90分钟 90分钟其实就是一般电影现在的一般长度 不过今次我们多了一点请一些澳门长大的艺人 包括Sola或者小肥在里面有演出 希望那个会响是大一点的 唐口2可能计算的东西多一点 包括是不是可以扩大看的人的层面呢 又包括会不会有机会去到其他地方放呢 所以相对刀口2的策略性是强于唐口1的 好 好 这次是 不过 好 好 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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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